2023最新越战电影《伏击震撼来袭》 本天高度还原了丛林作战 又详细描述了北约地道战 关键的是他还改编自真实事件 炸裂的同时又伴有浓厚的历史感 1966年驻扎在越南前线的一空美军突然遭到北约袭击 由于是午饭时间 大多数士兵躲避不及被当场撕碎 直到港哨冲出餐厅吹响警戒哨 其他大兵这才意识过来 我们这密密麻麻的北约士兵美军奋力反省 而詹姆斯上尉却在第一时间跑进了石灰部 他将手里的一份机密文件放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盒子中 随后抄击一旁的步枪就投入战斗 北约士兵九封不下开始动用重武器 对着美军营地就是狂轰乱炸 像是阿克曼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 当场就懵了 他六神无主像一头行尸走肉在枪林弹雨中游走 没等的看清情况一枚炮弹就落在了脚边 直接将其轰飞 阿克曼本想着装死躺赢一波 可不知从哪过了一个队友一把将其抓住 背着就往一楼市的方向赶 阿克曼边走边回头 心想这下可以脱战了吧 但下一秒那名战友就被炮弹直接蹦死 阿克曼眼前不远处有两个厕所连滚带爬 正要进去躲避 两发炮弹接连在附近爆炸 面对领导训施 阿克曼再也不好烂鱼冲树 他颤虫微微走到重机枪旁边 勾动扳机开始疯狂骚射 不知是阿克曼的攻击奏效了还是怎么了 北约士兵突然放弃了进攻 开始朝丛林伸出撤退 上尉一看瞬间来了精神 指挥手下一股脑追了出去 殊不知已经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之际 等詹姆斯上尉带着胜利返回基地时 他的那份机密文件已经被窃扫 上尉当场崩溃 把办公室里能砸的东西全扔了一个遍 那可不是普通的文件 上尉详细记载着安插在北约军队中的 一百多名间谍的名单 这要是被破解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尚未赶紧请示德拉蒙德上校 上校暴跳如雷大发雷霆 但眼下不是发脾气的时候 趁对方还未走远赶紧追回来 为此上校把自己的得力干将 米勒忠孝送了过去 此人骁勇善战对丛林了如指掌 追踪更不在话下 米勒要了三具尸体 让战友熟记对方继位 便带着一支突击小队向丛林伸出追 他们翻山越岭 拔山涉水 越走越阴暗 随着灌木叢增多 危险系数也直线飙升 被越士兵边打边退 阵型非常诡异 米勒猫在最后边侦查这一切 看清局势后立刻喊来手下 让其带人迂回到右侧 自己则正面前置 逃进前方的障碍 米勒继续带着人往里深入 不久后他们发现了北越的地道 米勒要来手电 对着地道口仔细侦查了一番 要是贸然下去 必会再重埋伏 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为了安全考虑 他决定先请是上级再做打算 扎姆斯和上校商讨了很久 以越军的通讯设备来看 他们想短时间内把情报送出去 根本不可能 上校的意思让米勒带人下去 摸清地下暗保 抢回名单 时间两小时 如果时间到了 人没有上来 就直接摧毁那里 接到命令米勒只好照办 但他的心里也明白 下去就是九死一生 他命令胆小的阿克曼 带着自己的工程师队伍 深入到地下 不幸以一切代价找回文件 自己则在上面随时应测 天真的阿克曼刚下去 一旁的福德就从背包中 掏出了一支引线 奋力砸扁 插在了一块C4炸钥上 接着毫不犹豫地扔了下去 只要时间到 他就直接引爆 你知道越南地道站有多凶残吗 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大兵 都不愿意下去 一度成了美军的噩梦 阿克曼带着士兵在狭小的地道中摸索 每走一步都紧张到无法呼吸 尽管他们已经非常小心 但还是踩中了机关 中招的大兵被蝎子遮得 枝娃乱叫 刚小呼救 身后的队友就掉进了新的仙境中 当场被竹签扎死 短短的几秒 美军就舍了两人 恐惧感瞬间拉满 但他们不能退缩 拿不回名单 美军的损失更大 没办法 阿克曼只好硬着头皮往里钻 好在过了会儿 他们发现了一处办公室 趁着北越士兵不在 几人疯狂翻招 士兵雷恩负责放哨 但几人动静有点大 很快就引来了北越士兵 就在雷恩回头想提醒时 敌人突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 吓得雷恩一机灵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要不是队友反应快 雷恩当场就要领合饭 解决了敌人 几人火速撤离 生怕被越军包围 他们沿着地道往里爬了几分钟 终于在一处尽头看到了亮光 阿克曼在队友的掩护下 悄悄地打开了地道的盖子 正要出去时 听到了外面北越士兵的谈话的声音 阿克曼吓得赶紧给下面的队友示意 然后掏出手枪瞄准了对方 逃在米勒及时赶到 救赎了下面的几人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文件没找到还死了三个 米勒当场发怒 命令几人再次下去 听到这个命令 阿克曼当场呆住 剩余时间不到一小时 这是要活埋几人的节奏 但他不敢违抗命令 然而这次几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下来没多久 福德小队就被越军发现 抄了后路 解决了身后的麻烦 福德转身就跑 可其中的一个士兵并没有死透 他强忍剧痛向福德追去 而倒霉的福德 因为庞大的燃料罐被卡在了缝隙中 吹过来的北约士兵上去就是一枪 剧烈的爆炸引起了阿克曼几人的注意 很明显他们被发现了 来不及犹豫 阿克曼即刻带着人往回撤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呆的士兵 爆炸结束 胆小的眼睛被炸成了肉泥 一旁的几人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波及 好的此时越军没有趁势而下 三人赶紧相互搀扶向前逃离 可没走多远就被再次追上 一番厮杀过后又一名队友阵亡 但这并不是最倒霉的 他们离规定时间只剩半小时不到 要不找到文件上去 要不陪着文件死在下面 今生的两人觉得机会不大 于是准备向上逃 阿克曼砸开地道通风口 一路向上爬 沿途他们看见了北约的人力发电视 又碰见了对方的审讯室 本来两人打算悄悄绕过去 就在此时幸运女神眷过了他们 审讯室的桌子上放的正是那边丢失的绝密文件 拿回这个回去就能升官发财 于是阿克曼准备干拨大的 两人返回武器库准备挑选两件衬手兵器 但两个倒霉弹还未站稳脚坑 审讯室的那名士兵就走了过来 阿克曼趁机和其缠斗 让胆小的雷恩去审讯室拿完件 一番寻找雷恩终于在一个箱子里找到 而阿克曼和北约士兵缠斗了数百回合 始终分不出胜负 北约士兵一怒掏出手雷 决定和他同归于尽 阿克曼一看瞬间怂了 转身就跑 北约士兵顺势扔在了他的背后 两人差点领合饭 而这还不是最倒霉的 因为时间一到 上校开始催着米勒炸毁地道 下面的两人不光要躲避敌方 还要争分躲秒地向上逃 最终在地道被炸毁前 两人爬了上去 米勒也在第一时间赶到 确认文件无误 几人火速返回基地 电影到此就基本结束了 喜欢看越战的小伙伴 可以在闲暇之时 消磨一下时间 推荐指数两颗星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